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专业是威尔森学院 威尔森学院 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物 两年半的韩语 你好 我的名字是苏瑞瑞 我是四年级的中文学生 我的名字叫世子杰 我是一年级的学生 我是犹太人 我还喜欢学中文 我觉得中文比别的语言更有意思 因为说中文我得用英文 也是中文我得用字 我认为那么多经济又发展得那么快 所以学中文一定是非常好用的 随着我中文水平的提高 我对中国的文化历史社会的兴趣越来越大了 我发现很多中国年轻人是学习英文的 结果他们的西方文化和语言的了解很深 相反的西方人的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比较小 所以我决定学习中国文化和中文 最近我却开始学习中文书法 我发现了蓝情绪 这个书法作品 我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因为我 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 第一次上中文课 觉得这个语言 是我生活中碰到的最难的事情 可是 我现在非常爱学中文 还是 去年夏天我参加了普北班 那个经验我非常非常喜欢 我的老师都非常好 虽然在普达我的老师也都非常好 我去了所有的北京最有名的景点 譬如故宫 万里长城 乙和园 等等 我先去了上海 跟通用博房公司实习 然后去了北京 和一个非政府组织实习 是 叫美丽中国 是一个教育方面的组织 他们在云南 把美国的毕业生和中国的毕业生放在一起 他们在教书什么的 我觉得非常 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地道的公保基丁 肉鲜包子 我最爱吃的就是北京烤鸭 是Jackie Chen SAG 因为我是小机型手 我特别喜欢马悠悠 我拉过那个很有名的小机型节奏曲 梁山坡和祝银台 那个梁柱 我觉得是最好听的 在浦北邦我跟我的老师一起唱这个 我原本唱得对 我不知道 可是这个是很 我很喜欢这个该的意义 我差不多一个月以前 教我的父母脱了裤子放屁 那个俗话 这让我的父亲觉得非常好玩 他觉得那句俗话非常生动 我学的中文字是给力 给力的意思是一个人 一个人和一只事情是很厉害 骨筋并存 则巡浮列车 烤鸭 改革开放 大熊猫 我给大家拜年了 我祝大家兔年给力 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祝大家在兔年像兔子一样快乐 全世界都在写中国话 孔夫子的话 越来越过境化 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 全世界 孔夫子的话 当世界都 我们说的hun 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 孔夫子的话